- 欢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呼呼骑射 那么天气多变化,喉咙已经有点不太舒服啊 不过这款算是KO放大SS38的战神崛起的话 应该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跟大家聊一聊就可以pass过去了 首先它是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具 Hezbo的Steward Series D38号的大航空电影里头的OP造型下去做高仿放大 那我手上这一款也是一个KO版 而且这一款意义上是比较接近KO的 这个是奥义推出的SS38的KO版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个头比较大的版本 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体型放大的话足足的大的是一倍以上 包装盒的话也是印的挺漂亮啊 那么给它的一个名字叫做战神崛起啊 应该是威将推出的吧 那么盒子的内部的有哪些内容物呢 除了这个玩具这么大的一个基线之外的话 就是几个替换的部件 那我们就简单明了的一个跟大家做一个讲解了 首先的话是它有一个替换手 那么呢我是已经把它给换上它的替换手了 这个是它原本那个拳头 那这个替换的方式呢跟原本官方的模具不太一样啊 它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把这个螺丝钮旋开之后了 两侧就可以分开 分开之后呢用这个圈呢去套它的这个手腕凸 这个跟官方的版本好像是反过了 我记得官方那个版本呢 我我有试过要换这个替换手 但是非常难换 因为它的一个凸跟它的位置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呢官方的版本呢是拳头有凸要放到里头去 但你整只手臂要打开 但打开这个地方的话呢 好像这个分开的分件呢是碾死的 反正会一个玩具有坏掉的可能 那么这一款KO版的话算是做了一个改善 把这个凸跟奥呢给反过来 所以再替换的话呢会比较简单 那我已经替换上去 那实际上的效果就是呢 从一个原本只是一个拳头呢变成的是一个 OK这样子有一个可动的一个手指 食指的话单独做出来可以动 另外的几根指头呢是共用一个根部的关节 中间的话没有分关节了 只有一个能够往前面指的一个感觉 OK这个OP的话就是要能够用手指指向前方 而且这样这样子就感觉一死有道了啊 那么呢由于是变成的是一个可动手的关系 那内部的话呢是有一块 这里可能是有一块凸啊 那这个枪的话呢就不再是以前那种直接的一个插下去 而是要插这个MP小车式的这种插孔插进去 然后再把它给握紧 那这个插孔的话呢并不是非常的深 因为本来这个洞的话也做的不是很大 这个插孔没有说非常的稳固 所以必须要靠其他几根手指呢 把它给握紧的话呢才能够比较稳固啊 然后呢这个枪本身没有其他的涂装啊 而且蛮意外啊这个枪居然是放过了啊 没有做一个发光的装置 可能不够大还是怎么样啊 那枪的话我们枪跟这个武器的话 这个圈头的话我们就暂时的撤到一旁去了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这个头部呢多了一个发光的一个装置 那这个头雕呢 其实我觉得挺好看到的 虽然放到这么大 但是感觉还算是可以 面雕上面的漆啊 这个分隔线还算可以 那后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几颗螺丝 三颗旋开之后就可以加入一个电池 玩具本身有附电池 那这个地方后面有一个白色按钮 这个开关按下去的话呢 眼部你就会发光 而且这个发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你这样稍微按一点 很有电影里头 因为那个赛博坦星球都是 那一段的一个剧情 光线都是比较昏暗的啊 这个头部的话 你看这样子发光起来 哎真的效果是非常好啊 这个玩具的 机器人的眼睛能发光啊 这个确实在吸引小朋友的这一块上 是有很大的一个加分啊 那吸引大人的更不在话下 这个电影里头确实有这个OP的这个在昏暗里头 引珠发光的一个感觉啊 那我利用几张照片跟各位展示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啊 它和黑曼巴的LS系列的这个OP的身高呢 是几乎是完全一个水平线上的 那你可以跟LS12号的Megatrol放在一起呢 哎如果说他们在这个赛星当然赛星上面的Megatrol 在大王风店里头造型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身高比例我看起来也是蛮协调的 而这一款放到这么大的家伙呢 你如果跟MP级别的OP啊 比方说这个T1的跟这个魔方的这个休眠配色的版本呢 跟它放在一起 身高的话呢也是矮上一截的 再来看一下它这款玩具关节的紧实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爆表的紧啊 我的话呢 这在几处的地方呢还必须要上一点细油啊 不然它还不太容易转动啊 那我们就顺便看一下整个可动啊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摇头晃脑是没有问题的 手臂的话呢 这个地方前后360度的旋转是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呢有点妨碍 你稍微要把它调整一下 这样就可以做360度的旋转 这个转转的这个位置呢 没有齿轮关节 但是平举啊 这个地方就有齿轮关节了啊 就非常的响亮 那这个地方的转前后这个转动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紧的我是上了细油 才能够稍微的回复到一个比较平顺的一个转法 然后二头肌这个地方呢也是很紧 这个我都是上过细油啊 手轴的话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弯到约90度 然后这个地方的转轴呢也是非常的紧 特别是在变形的时候呢 它是有转动的一个必要的 而且它这个地方呢加上了齿轮关节啊 这实在是太奥妙了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加上齿轮关节啊 然后手腕的话呢因为是替换手的关系 当然就可以转动了 手指的话呢 食指单独可以做一个移动 然后这个腰身的话 也加上了一个齿轮关节啊 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对不对 然后脚的话呢 前后 后踢也是可以啊 稍微可以踢一点点的角度 但是后方这里造型的干涉了啊 裙甲的话呢可以往侧边动 侧踢的话呢 声音非常的响亮啊 往前声音比较小啊 外摆内收 这个地方都是有齿轮的关节 膝盖还是没有啊 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点 脚踝的话呢 是有一个很紧的一个球形关节啊 在下方这个地方 不是球形关节 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OK 普通的关节 但是因为它这个有卡住的关系啊 所以它这个本身的话 往前往后动是会被干涉到的 那整个关节呢 我已经提过它非常的紧 紧到呢我必须要上一点细油呢 才能够做一个比较正常的把玩 加上它体型呢非常的巨大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 手感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这是标准的健身器材 那我们可以看它身上的涂装 可以说是算得上精美啦 胸口的话是一个大合金部件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这个 有一个冰冷的手感 以及上面这个红漆呢 跟这个红色的塑胶 感觉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不太一样了 胸口的这个玻璃的部分呢 也采用了比较深色的一个处理 这个腹部大量金属的漆面 然后这个跟大腿这一带的这个铁灰 跟这个银灰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身上的细节的话呢 是有些地方被稍稍省略的啊 那这个的话我就不一一对比 因为实在是懒得做这种厌尸观的一个对比 那大腿内侧这个金属漆啊 是可以说是非常大方的给啊 以及这个电镀的一个部件 后面这两个油桶啊 就收在大腿后面这个油桶 到时候变成车型的时候呢 各位就明白了 但是这个背包的部分呢 哈哈 这里啊 没有做一个分色啊 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整个 就这涂装上来讲呢 是最需要补强的地方呢 它却没有做一个加强了啊 那我们呢 来示范一下这款战神崛起呢 从机器人变形成一台卡车的一个过程啊 非常的吃力啊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 而且关节都很紧的一个夹活啊 首先的话呢 侧面这个油桶啊 这边已经推好了 就把它推到前方 才能够呢 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翻开的动作 那这里会露出一个洞 我们要把这个凸呢给翻上去 那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它扣的是非常的紧啊 扣的非常的紧 第一次掰的时候呢 就扣上去之后呢 要把它解开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费力 非常的费力 甚至呢有时候太紧的话 我会建议呢 干脆用个这个道具把它扣开好了 因为实在是太费力了 这里直接翻开 由下往上 把它给扣进这个洞里头去 接下来的话呢 先处理这一块部件 先接着把它给往上面挑就可以了 往上挑 挑上来之后这个部件 往上面折 然后往内这里翻下来 那这一块到这边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去管它了 再来是这个角的这个部件啊 利用这个地方呢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灰色部件 我们要呢 把它给整个给往下面推推推推推到底 你看灰色部件已经推到看不到为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去旋转这个地方 旋转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脚掌呢 是朝内侧 然后由下 由这个角度转上去 到这里 你看到这里是有一个突啊 这里有一块突啊 这个突就是要扣 内侧呢 是有一个凹的把它给扣进去 再把这个脚内部的这个部件给翻出来 这次的变形呢 就算是完成了 另外一侧的变法也是一样 这里先把它给挑开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卡扣 这个卡扣给松开来 这个地方我刚刚已经把它松开了啊 从这里推上来 到这边扣进去 再来呢 把这一块部件往上面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 这里往上翻啊 这里扣一下 这边就可以了 在这里的变法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推 然后整个的一个部件呢 把它往前推到底 推到底为止 然后呢旋转这个角度 旋转过来之后 往上面转 到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突跟大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两条腿的话呢 那到这边呢就算是变形算完成了啊 其他都是一些 之后的一个调整了啊 脚先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进行上半身的变形 上半身的话呢 是先把两胸给打开 两胸打开 而且打开之后呢 这两块部件呢 是能够往外翻 尽量的往外翻 因为待会呢 你不把它往外翻呢 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做一个翻转 一个变形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头给往下面折下来 头的话是捏住这个地方 往下面折下来 以这个地方为转轴 头就下来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领导模块的造型 因为我试的用去道具把它抠 但是抠不出来 你知道它有一个这样子的造型就可以了 也算是一个小加分了 再来把这个背包的部分呢 从这个地方掀开来 这个盖板往上面翻 直接盖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板子往下放 然后呢 两个轮胎的部分呢 解放出来 解放往外 两侧翻出来 翻出来 好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 这个轮胎一旦翻出来之后呢 这个两个算是腹肌的 两侧就可以往下面推下去 往下面推下来 推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整个的车子的话呢 稍微的 这样子放成这个角度 那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上半身 这个地方 这个 这样子脊椎骨 这个部分就直接是垂直的状态下了 这个时候呢 再把头呢 给往前面放一点点 它就可以一个比较没有阻碍的 去做一个180度的大翻转了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稍微转个角度 这样子 转就可以刚好转过去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把这个头 这里双动关节往上折 头的话就直接的是在这个位置 就定位就可以了 再来前方 开始做各种的一个收纳了 首先的话呢 先把这个 这里比较容易忘记了吧 这一块不见 这里翻出来 关节的话都是很紧的 都是偏紧的手感 往这里 然后呢 两胸做一个集中 做一个集中 到这边已经差不多快要变完了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 我习惯 先把手臂给缩进去 缩进去 到这个地方 转进来 转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拳头即使转这个角度 那翻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有点像是这个 各种G1类型的一个OP的一个手臂的一个收纳 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接近 好推过来 这个拳头的话是要转成这个角度是最适合的 再来的话 把这个部件往上翻 之后就把这个部件再解放出来 好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块凸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应该是说这里有两个凸了 这里一个凸 这里一个凸 对应边这里有个凹 这边有个凹 就直接的往上面翻上去 然后做一个扣紧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这个洞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看得到 就把它给扣上去 这一侧的话也是一样的对准一下 把它给扣上 好的 再来把这个部件呢 这里 这里是要由上往下斜插下去 这个凸要先进去 然后呢才能够整个的做一个压平一个动作啊 那这里的关键都是偏紧的 需要用一点力气啊 然后呢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裙甲跟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 在这里把它对准 然后这个部件往上翻 翻上去之后呢 做一个扣紧的一个动作 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裙甲后面这个地方呢 稍微的去最后再弄也行 目前还不急着弄 OK到这里 另外一侧的变法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先把这个拳头 这个给收到这个腰的一个侧边 那收进去的时候呢 是这里有一个转轴的这个地方 要转到一个侧边来 就是这个角度 把它给放进去 好 放置进入之后呢 这个部件往上翻 然后呢这个部件往前面 翻出来 然后就是两个洞的一个结合 这里有个洞 那这边有个洞啊 在内部 从这边 这个部件整个翻折上去 这里把它给扣起来 两侧的话呢做一个集中 做一个集中啊 这个一旦扣紧之后的话呢 要再打开的话 是要花点力气的啊 这个一旦扣紧都是非常的紧的 这个地方往内推 嗯哼 这里 把我这样 调整一下 把它往内推 OK 两侧呢给它捏紧一下 好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的往上面翻 往上面翻 那这里的话呢可以先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裙甲跟这个凸把它给扣上去 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啊 把它给这个红色的凸要在这个裙甲的内侧 基本上这样就行了啊 最后就把这个盖板由下往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 做一个密合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再把这个最后就是前方的这个啊 往上面推上来 然后就是要跟这个 这里有个凸 对应边也有一个 这里两处 往上推 塞进去 前方的话呢做最后的这个结合 嗯哼 这个的话呢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啊 因为玩具很大 非常的大 整个的把它给捏紧捏紧 这个烟囱的话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方向 OK最后的话呢就是两个 腿 这里做一个结合 一开始应该先结合好 我干嘛不先结合好 再来就是把这个凸 这里有两侧 两侧都有凸 这两个凸 扣进这两个缝 左右都有 以及这个烟囱后面是有个凸的 它要扣进 这个地方是有洞的 那这个扣进去 往前面推 这个地方有时候是太快了 稍微一点塑料韧性 拉开一点距离把它放进去 好的 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都给扣进去 好 然后前方这个地方对准 两侧做一个合并 两侧做一个合并 然后再一起往前面推 OK 这个卡的话呢 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密合度 算是 SS38 还有这个之前一个奥义的一个KO版的话呢 基本上的都没有这一款的一个密合度 这么高啊 这款密合度算是最好的了 那这个后方 这个地方 刚刚没有注意到啊 OK 把它给压进去 压进去 OK 整个的一个扣起来之后的话呢 就是会非常的紧实了啊 呀呀 非常大的一个卡车头 最后就是它的一个外挂的这个枪 只能够扣在后面这里 那我们这一款这个 呃呃呃呃呃 战神崛起的一个 从机器人到卡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们直接对比它跟原本模具的大小 可以说是 差到非常的多 你认真从前面来看这个车头的话 几乎是要 你看就要四个车头 才能够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巨大 然后呢从正面来看呢 它这个原本的这个像这个KO版的话 是一个浅蓝色的一个车窗 但是这一款的话呢 就变成了一些比较深色的一个感觉 然后侧边这一袋的话呢 它是一个涂装的一个部件 这个的话呢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涂装的话呢 两个颜色几乎是一样 只有正面的这个玻璃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那雨刷的话一样是不能动啊 并没有说应该放大 就有一个其他的改模 并没有啊 前方的银漆呢 分量也是很够啊 然后这一袋应该是金属部件 所以这个红的话就是 特别有板金的感觉 那镜面的效果呢也是有啊 你看到我的手指 对不对指甲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地方 后照镜的部分呢 有做出来 侧边的话呢 认真去对比的话呢 细节呢是有做一些减少的 然后电镀部件的话 是两个闪亮的烟囱 还有侧边的这个油桶 以及这个轮框内部 那加上这个轮胎的话 是一个橡胶胎啊 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是可以拿下来的啊 那所以在滚动上的话呢 会比较安静一点点 那滚动线的话呢 尚可吧 这样子看 OK 基本上呢 变形到位的话呢 还是可以完全推得动的 那后方的大枪的话呢 我是只能这样收纳了 并没有其他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握持 一个收纳的方式了 那后面的话 没有做其他的 并没有做其他的改模了啊 那只有在涂装的部分呢 是有做一些加强 那最大的一个改善 这个模具呢 呃 跟38 还有这个之前的一个KO版相 奥义的KO版相比的话 是这一代 的一个密合度呢 是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之前那个惨不忍睹的一个 KO版 但这一款的话也是便宜的啊 那玩起来那个手感的话呢 这一款的话呢 就是一个大啊 这个人形下呢 紧实啊 卡拉卡拉作响的这个齿轮关节 是很过瘾 但是变形的话呢 就真的是一个苦力活 劳力活 非常非常的吃力了啊 那一些卡扣要扣紧的话呢 都必须要用两两边的力量 同时做一个挤压 才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变形效果 整体来说的话呢 就是价位呢 还算过得去吧 那体型很庞大 气势非常非常的足够 头部的发光呢 画龙点睛的效果了啊 那至于你觉得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呢 这个我就不便评论了啊 大家自己做一个斟酌就是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